再来看一个台湾关注的焦点 就是声援苗栗大普四户的活动 星期天那天晚上 我们看到的是台盟联盟的活动 他们当天晚上距离在凯道上面办晚会 但是晚会散场之后 他们的活动还没有结束 因为他们转往内政部包围抗议 说到今天为止还要瘫痪内政部的办公 除此之外 还有人请入立法院 把国旗换成了拆政府的旗帜 虽然活动诉求是非暴力 但是内政部次长 今天肖佳琪出面接受陈情的时候 还是被泼了满身石 一个没注意抗议民众手上的矿泉水 就往内政部次长肖佳琪背后泼下去 肖佳琪的蓝色衬衫 领子背后全是水渍 正面也遭殃 整个内政部的办公大楼 全被上百名声援大补的民众给包围 这一秒抗议民众高喊抗议标语 下一秒这些民众或坐或躺 把内政部门口当成自家客厅 还有柱子 墙壁和玻璃 也全被贴纸攻陷 这次能够占领成功 其实都是声东及西策略大奏效 因为一开始主办单位 是向警方放消息要去行政院 故意把警力分散 好能一举入侵 甚至还有人潜入立法院 把国旗换成差政府的旗帜 随风飘扬 整个过程犹如无人之境 尽管主办单位夸张行径 立法院和内政部暂时没追究 但前几天被淡洗的苗栗县府 已经提出告诉 我们研判合理的怀疑 这是一场有预模的 有计划的攻击警察 五路公署的一个活动 请检察官指挥来侦办 迷离县府大动作公布 当天搜证影片 就是要警告学生们 迈够欧北来 而人在国外拼外交的马总统 也特地打岳阳电话 交代行政院长张仪化 要好好处理大普事件 TVB的新闻 李国正举案 柔SNG小组 台北报道